为了平息这样的黑道风波 民进党秘书长林喜耀呢 就提出说未来要不要建制系统 用AI来扫黑 让有黑道背景 又想要申请入党的人 可以马上被看到 无所遁形 只不过这样的做法 真的没问题吗 律师有点疑虑了 在没有修法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要能够查到个资 跟这个资料库做连线 恐怕是很有困难 因为这恐怕会有泄露个资的疑虑 那么民众党立委高宏安就说了 其实不用浪费这些预算 重点是民进党的排黑条款 早就失灵 民进党身陷黑道入党风波 连党主席蔡英文都要亲自道歉 为了灭火更为了未来 民进党秘书长林喜耀想出这一招 用高科技结合扫黑行动 听起来很有决心 不过目前要审核申请人背景 只有金融业以及医疗等少数产业 可以合法连线到国家资料库 政党自行建立大数据可行吗 先出具一个个人资料同意 做收集内部利用的一个声明书 可是问题他的母体还没有拿到 因为政府机关警政机关 我们卫生机关 确实有相当完整的个资 可是因为他不是公务单位 依法也没有办法取得 很重要一个宣示意义 就是他们希望竭尽所能的 能够了解他既然候选人的提名 从法律实务上看似乎不太可能 过去在美国研究大数据 AI的民众党立委高宏安 也认为这招或许功用不大 我们常常会滥用AI这个词 因为AI其实是处理海量数据 其实他最主要的问题 应该是排黑条款的失灵 不然的话其实有一些事情 真的不需要AI才能知道 民进党坚定扫黑决心 要还支持者一个干净的执政党 不过到底该怎么做 恐怕建立资料库或是使用人工智慧 不是唯一解放 华世新闻的李红杰台报道